我記得以前在教育局服務的時候 那時候部理沒有評鑑 我們地方自己就開始訂定教育評鑑 就是局裡到學校去做評鑑 那時候我們同仁自己做教育評鑑的指標 然後到各校去做評鑑 這裡面有很多的評鑑的指標 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林鄉先生也很有幸的 能夠為這樣的一個副縣長 來關心整個林鄉的一個教育 那的確 教育不管是陸前的一個地方教育指標也好 或是剛剛黃菲先生提到的這個評鑑也好 那其實最終最終是要學生 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夠適性的發展 不管他有什麼樣的一個惡性情緒 通過教育讓他改變 同時讓他發揮 作為一個提升自己 也同時能夠奉獻國家社會的一個未來人才 其實各校的效果 各校的效果不足 那確實我們現在建築 我想科宅有道 建築要推動的事情可多了 全現只有我們一個 這個我們局裡面有一個 這個健康定案師 在推動之後有工作 他跑課教訓 推動這個 這個牙齒的保健 保健好多啊 所以如果學校有效果的話 那可能會解決一些問題 或者是兩所學校有一點效 平衡教育條例也剛剛通過 我想會有很多的 在這個條例裡面 對於這個地方來說 會有很多的一個改善的措施 不管是律師師也好 印底資源也好 或者是說其他來配套 那幼兒那個 製字主要是到中大以後才會 所以幼兒他主要是媽媽 就是家人要幫他念著 對是喜歡那個閱讀的感覺 他是看 所以要能夠吸引他的圖書 所以我跟校長說 我們絕對要大力的支持 投資幼兒的圖書 首先我們想看 bere 최確這個樣子 Neo就要整個 女兒的人 有些不能肉 人經常也一樣 對 美киеベッグ 反哲到目前為止